机舱门开了国人没头笑了 我国自购第12批14.2万剂AZ疫苗到了 有效期至明年228进口疫苗量水位越来越高 国产高端也在国际上巴拉圭完成临床三期试验收案 1030位受试者第一剂疫苗施打完毕 现出手臂当高端宝宝国内已打出139万剂高端 而在巴拉圭这项试验是高端疫苗组与AZ疫苗组1比1对照 两剂间隔28天施打 第二剂施打后14天将采写一样本进行免疫原性比对 预计在2021年年底取得安全性免疫原性比较数据 加速中南美市场布局 打疫苗除了是提升保护力 也是国内外畅行无阻的通行证 国内进入不少场所机构都得拿小黄卡认证 但有民众在大陆打两剂国药疫苗 符合完整接种 但回台到疗养院探视亲人却被挡在门外 只因国外疫苗拿不到小黄卡 回国补丹到系统内健康存折也没记录 一线的认定上确实是没有办法只凭着民众拿着一纸国外的接种文件 就能够辨认说这是真的假的还是伪造还是有可能变造过的 那我们还是要求说他建议还是要按照这个我们的规定 减负三日内的这个筛检阴性的证明 居家快筛很方便 虽多一道手续也非不能探视 至于未来是否将国外疫苗接种 进入导入健康存折 指挥中心将持续演绎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